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節目 《法律知多些》 今天請到我的朋友陳二芯律師 跟大家講了一題目 追討要及時 我們講講時效條例 規定的各種追討時限限制 先講講事件 陳二芯和大家打個招呼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一節很短 講講時效的問題 話說大家如果看報紙 都會看到一個案件 科技大學的學生叫馮俊文 他現在告醫院疏忽 醫院方面政府也代表 都承認過責任 但賠多少錢 這個就在審 我們不會討論事件的細節 但這件事就是 因為他小孩的時候 其實是嬰孩的時候 幾個月左右就發現 有個心臟的情況 要做手術 當時就說好像搞錯了 這個情況 引致他今年二十歲 他幾多歲的時候入稟 他不是十八歲的時候 而是十六歲的時候 已經入稟了 這個時效的情況 為何小孩是不需要三年限制的呢 陳律師說說這個情況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或者我們退後一步說 為何訴訟有一個時限呢 譬如我有權追討 我過了某個時限 我就變成無權追討 為何法律要有這樣的限制呢 我想基本的道理就是 如果追討沒有那個時限的話 令到有些答辯人沒有一個很有效的 或者一個對他不利的情況 所以每一個在民事訴訟裏面 每一個訴訟追討 都要設一個時限 在香港有一個叫事效條例 這個事效條例就是第三八四十七章 英文叫Limitation Auditance 即是定出了在不同的民事法裏面 都定時限出來 去限制你一個輕訴民事訴訟的時間 當然我們民事法 是一個很籠統很廣闊的觀念 細分下去可以說 這個民事法包括我們一般講的合同都有 包括合約 例如借錢 合約 其他民事例如疏忽 侵權法 或是土地 剛才廖律師說過的傷亡賠償 當然是疏忽的一種 醫療疏忽 簡單來說 最長是對政府 如果我們有土地的訴訟 牽涉政府 即是說你霸了地 便是你了 所以亦權侵佔 沒錯 最長是多久 應該去到六十年 六十年 即是疫權佔有 一般是土地比較長 最短呢 最短呢 如果不講一些很特別的 就是兩年 即是工商 即是我們一般先講 有這麼多類 最短的工商是兩年 傷亡 那些 一般個人傷亡是三年 合約那些呢 六年 向土地有關的爭議 例如按揭 一般是十二年 但追討的租金 變了六年 即是追政府 即是你自己霸了政府的地 歸土地就六十年 然後由兩年到六十年之間 有一類的關係是關於遺產繼承 如果你對某個遺產有一個追討 追索權是十二年 都挺長的 是 我們從最短的那個來講 再講最長的 大家解解一下 最短的那個就說 例如僱傭補償條例的申索條例 也有寫明 第十四 庫魯一 要在意外發生 或是僱員死亡 因公死亡計 二十四個月內 或是兩年來提出 為何這個是這樣限制 有些老闆可能是有資料方面 我想是 法例的精神 防止你如果太久都不去追討 有很多證明證據沒有法子拿到 雖然是這樣說 說兩年 但有些情況 特殊 舉個例 譬如有一些所謂職業病 譬如我突然覺得膝頭痛 我不知道 可能我一直看鐵打 以為發炎 看醫生 可能看了三年醫生 應該是技術性的 即是 即使剛才講的或是梭佛 即是我們說兩年或是梭佛的三年 工商兩年 梭佛是三年 但那一個怎樣算起 當然你有很清楚的意外 就有意外那一刻計起 很清楚 但有些不同的 譬如剛才說有一些職業病 譬如你不停做一個重複的手部動作 我可能有了網球手 不是每個醫生都認為 我這個網球手是跟工作有關的 直肢 我不知道的 我只為手痛自己扭傷而已 去到某一天 醫生告訴你 不是 你這個網球手是跟你的工作有關 那一刻開始 我計算的兩年 就由你知道 開始計算的 不是你痛過日第一次痛過日 第一次也不知道是跟工商有關 這是特殊的情況 但一般的工商就從意外發生那一天開始計算 所以各位工友 特別是知道做人事管理那些 你也要知道這件事 工友在工作期間發生的意外 那一天開始計算那兩年 這兩年如果過了廟的話 法院有沒有權力可以延期 有沒有一個安排 如果他已經跟老闆說了有工商 而勞工處安排這個判商 但他又未判 這兩年都可以繼續追討 直到他第一次判商之後的六個月 或者他再上訴之後的六個月 即是判商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時間 都還可以有六個月的時間 沒錯 另外就是條例第十四條 第四款說 如果說有一個叫合理的辯解 這樣的情況 法院就有一個著情權 就說比起可以延期 那麼這個合理辯解 一般來說是怎樣的情況下 才是合理的理由呢 合理理由法庭認為是 但法庭縮到現在為止 他並不是一個絕對的詐情權 即是整個事件的各種因素 是的 他究竟會否令到答辯人 會有一個不利不公平的情況 是不容易法庭行使這個詐情 在這個案例裏面 有一個案件 大家有時間去看看 就是1957年 HKDCLR85 這個案件就說 法院就說 如果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他的傷勢很輕微 或者錯誤判斷 又或者申請人相信僱主 就告訴他 都不需要去告 有時候誤導他 在這種情況下才過秒 法院也會給他 除非雜辯人令到他做錯事 否則法庭也很少會給他一個絕情 所以在這方面 一定要盡早去做 說到第二個情況 就是除了工商 人身傷亡 一般用三年 但為何小孩子的計算 因為有兩類 如果有很清楚的意外 例如有職業病人 就由你知道計算 除此之外 如果他是小孩子 他計算的時間 都是三年 不過計算的時間 由他18歲 所以那天開始計算 但有些人 可能因為我的原因 或者因為受傷的原因 他變成一個沒有行事能力 我們用來稱為 失控性能力 基本上沒有限制的事限 除非他如果死亡 就應該由他出事那天 計算在三十年裏面 一定要做 但我講了這一點 還有一個特別的所謂的例外 就是如果那件意外 那個個人受傷或死亡 是在船或飛機那裏出事的 根據現在的條例 就應該是 那個時限不是三年 是兩年 這個要小心 即是說 如果我坐飛機 在上高飛機去廁所 撞傷或撞傷或船那裏 那個條例就不是三年 是兩年 有意外不一計 這個就是坐飛機裏面的情況 是比較特別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經常去旅行那些 還有那方面的索償是比較專門一些 要考慮的事情是很多的 但是整體來說 先不要想其他問題 如果時限來說就是兩年 是 根據這個時效條例 第27條 就是一般那些民事的 人身傷亡都是三年 去到那些小孩的情況 或者性感的不同 小孩就由18歲開始計算 這個都是時效條例裏面 寫出來的情況 或者補充一下 那個障礙性 即是無行事能力 突然變回有行事能力 又由那刻計算三年 除非他永遠無行事能力 除非他有證據 但是會有醫生的報告 所以大家都要盡早去做 說到合約那方面 原來合約一般是要六年 意思是借錢是一種合約 假設今年911 陳律師 我問你借了錢 借了10萬元 或者某個數 是怎樣計算呢 何時開始計算六年 看你那個條款怎樣說 如果10萬元是一年後還 一年後你不還 一年後那天你應還而不還 就開始計算 即是阿菇那天開始 應還不還就開始計算 你又有權去追討 他沒有對方毀約那一刻 另一種是按期的 你一年後每年還一萬元 即是還10年 我第一期不還 第二期開始不還 第二期開始計算六年 但一般若你找律師去草以這些合約 一般都會這樣說 即是就算你分10期 其中一期不還 其他剩下的那些都馬上要還 即是由第一次不還 開始計算六年 計算下來沒錯 而計算的總額 應該是剩下未還那些錢的總額 我見有很多案件 有些人問某某財仔借錢 一借了錢之後 就是第幾期之後 三四期就開始不還 他就應該就開始計算那段時間 那些借款的人 是否可以自己潛逃 即是走走走走 即是一路財仔追不到他 過了六年之後 是否不用還呢 是否這樣 我想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事實上他可以都是追到入稟了 那他可能沒有法子去送達那個壯子 那又要法庭 就給一個缺席審訊的一個 Defought judgment 他都應該去入稟 即是不可以說找他不到 即是潛逃了 那些入稟了之後 就拿了一個檢討之後 這個叫法令 欠債的法令 又變成十二年了 是 又不同了 又長很多了 是 就是十二年 沒錯 那就是欠債的話 可以長的情況就是 在六年內要追 追到之後 拿了一個法令 又再有十二年 即是可以拉到十八年那樣長 可以這樣說 是嗎 很多人就經常去想 就是去避 其實都避十八年 就是 更耐過這個 楊過和小龍女 是 更耐過十六年 就是找來搞 是 去到再長一點的 就是第二個方面 就是要霸佔別人的屋 那裏 就叫做逆權佔有 逆權佔有 如果要霸佔別人 或者你被人霸佔的話 就是不幸的 被人霸佔了的地方 就是超過十二年就沒有了那家屋 或者你霸佔了別人十二年 就拿了別人的那家屋 這個情況 這個十二年是甚麼的限制 一般土地 關於土地裏面的權益的爭拗 民事訴訟的權限 通常是十二年的 就不只是逆權侵佔的 譬如你側銀行已經按結了一層樓給他 你不還開始 他都有十二年的時間 所謂的交易行動 也是的 當然逆權亦是一種 逆權即是你本來 那裏地簡單來說 就不屬於你的 你沒有在業主同意之下 你進去霸佔了他 但業主又不理你 因為你霸佔了他 業主理論上 應該就有權踢你走 他明知你霸佔了也不去踢你走 這一段的時間 如果你十二年都不理他 那裏地就要轉頭 他霸佔了他 有一宗案例 新界有個阿婆 在大地產商的一塊地上 建了個井 每天可以在那裏 像童宇明一樣開銀 霸佔了他 霸佔了之後 超過十二年之後 那裏地產商想收回都收不到 所以如果你有塊地的 或者你家裏被人霸佔了 你要在這十二年內做些事 做些甚麼令到別人霸佔你那樣 斷攬 追討他或者交租 當他交租的時候 租客就不叫霸佔了 否則你也要入稟法庭去 即是要做一些行動想踢走他 是的 包括連張大的通告 麻煩你走人 我想最安全你都要入稟法庭 即是如果你過了 你都不做任何的民事行為 你就所謂我們叫攤霸 即是去土地審財署 申請一個想收回單位 即是入稟法庭 現在入稟法庭 即是入稟法庭 即是自己去保障自己的權益 為何要去到政府方面 要六十年那麼長 理由我想就是 如果你那麼容易霸佔了政府 立稅人就不見了很多補床 可能因為政府的地帶 可能管理也不是那麼容易 你不跟私人一場樓 你自己一場樓也不看 但如果對政府來說 差不多每一幅地 除了賣出去的 坦白也是政府的 可能對政府來說 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很仔細地看每一塊地 所以時間就長些 即是說你霸佔了 用你一生的時間去霸佔了六十年 對政府對公眾 有更多保障 但也不可以不理 這六十年是否一定要同一個人 還是他連續阿爺又跟著阿仔 可以繼承的 可以的 總之他一路連續的 不斷的 由阿爺阿爸阿仔 大家一路連續去霸佔了六十年 政府都沒有去收回這個地 山高皇帝縣 即是說你這樣去有證據 就行了 通常如果真的這樣的情況 有些甚麼證據可以令到法庭去信納 霸佔了六十年 一般他要證明他是有一個所謂 他是佔用了的 譬如舉例不一定是這樣 就是為了他 即是自己霸佔了 我可以進去 所以他是獨一 唯一享用這個地方的人 其他人不可以進來 如果你沒有為無性 人家可以爭辯 不只是你一個住 我手都可以進去 你是其中一個 我變了一個公眾地方 要為了 你要顯示你在那裏長期居住 是沒有間斷過 以及在那裏想踢走任何其他人 是的 所謂勾神 你給法庭看到一個很清楚的意圖 是十二年 我當是神朗根私人那些 十二年裏面 獨一去佔有土地 除了那個年份 還有兩項 德國的意圖 即是第二個行為 有意圖是會踢走任何人 那他的行為表現 又是會踢走人 那久在繁榮裡 即是在那裏製造一個尼巴 實際上 現在講來講土地 實不一定是土地 簡單點 你層樓 可能是要求留家 可能一些人去外國 或者很久沒有人管理 那些人進去住 那些人進去住 那層樓不用間斷 樓就是樓 四位都圍住 進去住 你又不會收人租 又不會趕走 這個就比較容易去證明 好了 我們總結 這麼多的 這個所謂 時限的事情 就是由最短的 兩年的工傷 或者在飛機裏面的受傷 兩年 一路到其他 例如人身傷亡三年 合約六年 土地的十二年 政府那些六十年 由最短到最長的情況 陳律師有甚麼意見 對這方面的理解 實際上 這個時校條例 本身是幾技術性的 就算是執業律師 因為裏面有很多演繹 有很多例外 如果有任何疑難 遵早找回那方面的律師去查詢 就比較安全些 所謂兩年或三年 那個問題就是 究竟由哪裏計算兩年 由哪裏計算三年 我是否其中一個例外呢 諸如此類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 所以最好儘快 將時間預鬆動些 儘快去找有關專業的律師去查詢 那就最安全 除了這個時校條例 這方面說的是訴訟 其他方面要快的 都是有其他時間來上訴的程序 大家要留意一下 例如刑事方面的時限 例如裁判署上訴 14日內好做 如果你對判決不滿意 你應該將101或102的表 就在網上有了 快點上訴 如果在地方法院上訴 是28日的 在司法覆核各方面也是 例如美孚新村的案件 大家在網上看到 HCAL51 2011 上訴 他想在司法覆核 申請准許要三個月內做 當時那個申請人 這個叫何妙齡案 申請人是遲了 最後法院都不讓他下這個准許 這些總結的教訓 就是原來我們的索償也好 我們申訴也好 都是要早些的 大家在時間上要做事 守時是很重要的 今天也很感謝陳律師和我們 講開時效條例